原标题 他参与两万八千零六十起谋杀案 是两万多人遇害 最后只判了五年监禁 活到九十一岁二战结束后 欧美德国开始对纳粹德国犯下的反人类屠杀罪行进行审判 有些人受到了应有惩罚 被送上了脚刑架 比如利别特洛府 有些人却逃过了城市 安然度过了此后的余生 比如今天要讲的约翰戴姆扬游客 戴姆扬游客他曾参与两万八千零六十起谋杀案 是两万多人遇害 最后只判了五年监禁 活到九十一岁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戴姆扬游客虽说是德国纳粹 但他却是苏联人乌克兰人 1921年出生 1940年加入苏联红军 1942年在克里米亚半岛 被纳粹德军俘虏 由于战时德国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被迫用一些被俘的前红军士兵担任后方勤务 在很可能饿死或被枪毙的威胁下 戴姆扬游客辩解加入德国党外军 随后在波兰臭名昭著的纳粹死亡集中营特里布林 卡担任一名普通警卫 在他效忠纳粹德国期间 曾参与两万八千零六十起谋杀案 使两万多人遇害 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和盟军战俘 二战结束后 戴姆扬游客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 当运送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后 他就和其他看守持枪一起把这些人感到毒气式杀害 按理说 戴姆扬游客身上背负的滔天罪行 就算判他绞刑也是死有余辜 然而 现实中对他的审判 确实比登天还难 二战刚结束 他竟然逃脱了盟军的追究和制裁 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宣判 1952年冷战期间 他在美国麦卡锡主义高潮期间 以受共产主义迫害为由移民美国 成为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名汽车修理工 后来 当他参与纳粹大屠杀的经历曝光后 人们怀疑 他是传说中虐待囚犯狂人恐怖的意外时 才于1986年 被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审判 并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死刑 可是到了最后 戴姆扬游客 并没有执行死刑 因为在1993年的审判中 以色列最高法院里恐怖的意外 并有其日 戴姆扬游客 其真实身份和罪行 不能确定为由 推翻了对他的定罪和死刑判决 他又回到美国 然而 犹太团体并没有让过他 2002年美国法庭 以其参与纳粹屠杀的罪名剥夺他的美国国籍 死后 他一直面临被驱逐出境 无家可归的境地 2009年3月 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 对戴姆扬游客发出逮捕令 并要求美国将其紧度到德国受审 就这样 戴姆扬游客被判过死刑 也被判过无期 从以色列审到了西德 又从西德审到了美国 最后只判了五年 活到了91岁 直到2012年才去世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